幸福音调间 特别人 幸福音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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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到街道上 来跟我们打打招呼 来 我们邀请到我们幸福音调的君明 好 来在两边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好 这是我们的馆长 帶領新童一條街的所有朋友 不管是客家、閩南、原住民、新住民 我們一起共好 好 客語的王夢 一、二、三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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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初風吹氣風也風 你看 風的天都 勇雅悲送送 嗯 幸福是 嗯 幸福的天都 勇雅悲送送 嗯 幸福的天都 勇雅悲送送 嗯 運輸勁輸 勇個天順路 幸福很下 有你空閑 勇個月 以兇 免鼓勇 勇勇 不怕免疫沒心事 只要砍掉你的手 吻著朝天開 起雄 變故鄉 不怕任意 無限制 只要砍掉你的手 幸福到的來 苦海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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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啊 火 火 海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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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化生活美學案 除了推動生活美學相關的活動之外 也一直在想說未來怎麼樣以母語作為媒介 來擴大推廣這些相關的活動 今天這個活動就是在想法之下的產物 這個活動其實我們原來的購獎是 包括之前就已經在進行的閱讀跟繪本的活動 今天這個活動包括劇場的排練 更是一個比較新的嘗試 非常榮幸邀請到我們從馬來西亞來的 本一大 本一大的高材生小生 好像還有另外其他的三位 我們是四位 深入了六個社區 那這些導演其實也不是說 就這樣從天空掉下來跟大家一起排練 他們還曾經駐村過 等於是駐村的導演 就是跟大家 跟各位相親的習端 以及在社區裡面呼吸 感受一下社區的氛圍 所以等於說從無到有 包括從劇本 包括作曲 包括演員的排練 包括演員本身 全部都是社區本身自己來參與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說是原汁原味 所以表現出來的感受 更人家覺得味道就是 可能跟職業演員的就是不一樣 就是更能夠代表 更能夠代表社區的一個 所要呈現的一個味道 那今天這個活動大概有關 我們為了推廣 那大概目前為止 大概有安排了六個場次 那大概除了上號之外 其他從台中、南投、雲林 都會有一些相關的場次 那我們希望說 這個東西只是一個開始 那我們希望說 藉由幸福一條街的這個 這個劇文的一個推廣 那希望說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覺得說 推自己 社區的一些相關的 藝文的一個活動 它的一個重要性和必要性 那未來如果說 非常叫好的話 那我們當然也會 再把這個活動 在經濟系統的狀況之下 繼續往外做延伸 那未來我們當然希望說 這個 幸福一條街 不但是僅僅在那一條街 那包括各位參與的 那當然都可以在 在他們的未來 甚至於他們在這個 參與的過程 自己也都感到非常幸福 讓這個幸福 也能夠感染周遭一些社區 最主要是能夠讓這個社區 自己都能夠幸福一整年 或者是 甚至於幸福一輩子 那這個活動 就像剛剛你們也有提到說 透過大家的一個參與 要謙生的一個參與 那即便是外來的一些 那因為在這裡面 跟大家一起共同的作息 那可以有 最後會有一個 他鄉邊互相的一個感覺 我想這是應該是一個 非常難得的一個境界 那這個相關一個推廣活動 我們為了吸引更多的人參與 那我也準備了一些小小的 包括一些書籤 彩繪的書籤 那可能還有一些 拓盈的那一些 黑店 那幫大家來參與 那最主要是希望 藉由這個活動 那當然是要 希望能夠達成一個 語言平確 那當然是 我們要呈現的是一個 多元文化 它有共同的一個特色 我們這個計劃從八月開始 就開始走訪社區 開始去進入社區 跟理事長聊天啊 跟總幹事聊天啊 聊解一下大家的生活啊 然後總幹事也會跟我們 叫我們一起來吃飯什麼的 然後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跟大家一起上課 上一些戲劇課 或者是唱歌啊 玩樂啊 說故事 然後再到大概十月開始 我們就進行了一連串的排練 就是不同的社區的人來到我們 我們一起在就是排練場排練 然後互相認識 然後一直到今天 我們已經結束了 我們最後這個排練了 然後今天記者會 十一月開始 我們會進行六場的虛幻演出這樣子 那這個戲呢 剛剛在我們的紀錄片裡面 就是宣傳片裡面有提到 就是在講的是一條街上有幸福街的居民 可是幸福街裡面住著閩南人 客家人 新住民 原住民 大家都因為有不同的語言 所以彼此沒有辦法真正的融合 因為大家聽不懂 完全聽不懂 對方在講什麼 怎麼可能融合 大家就各過各的 所以在不了解在疏遠的過程中 就開始有了很多的矛盾啊 還有摩擦 直到小恩闖入了我們的幸福 然後地震發生 大家才意識到 我們再這樣子吵下去不行 我們再吵下去就沒完沒了 所以大家才開始意識到 共融的重要性 然後從此以後 大家幸福快樂生活在一起 這個戲大致上的概念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利用這個概念去推廣說 互相理解到底 互相理解為什麼重要 互相理解之後 我們要如何互相欣賞 我們要看 從這麼多不同裡面 如何找到我們相同的地方 然後在這些相同之中 我們要如何跟那些互相同 相處 接納 跟包容這樣 然後這個劇本的概念是 就是在一條幸福街上 我們有不同的人 不管是民男人也好 客家人 原住民都好 就會有不同的種族啊 不同的文化語言 然後這些人 在幸福街上 一開始 因為有很多的差異跟矛盾 所以比較不能融洽的生活在一起 然後我們在一個天災的發生之後 學會和諧的相處 好 特意的喔 一二三 一五五一九千 讚 好 歡迎大家要來看戲喔 好